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就是周刊的独家报导 告诉大家你知道吗 检调还有联赞署他们现在 不是只有叫人来问话而已 现在甚至跑到了银行里面 去干嘛呢 去看看有神秘的保险箱 这个神秘的保险箱里面 甚至还被发现说有上百万的现金 哇 那这一些 是不是就是真的是所谓的金流 所谓的确切证据 好 还不知道 可是这个报导出来之后呢 他们就讲了 不只是柯文哲 陈佩奇 他的三个孩子 甚至就连周边的亲友同案的被告 现在通通都在找 好 针对这些讯息 很多人去问北检了 北检当然就告诉你说 没有啊 我们不予证实 民众党很生气 说现在是全民大办案吗 怎么消息满天飞 但是呢大家也要看一看 他到底把钱放在哪里的保险箱 因为后来被发现 说他是放在 易营还有数间分行 以及一些其他的光股民行 大家就想问 不对啊 如果说你真的是 所谓的不是真的那么样清楚的所得的话 你放在易营里面 这个是光股银行 公股银行 而且这个董事长也是官派的 那现在这一位董事长呢 说是叫邱月勤 2020年蔡政府时期上任 现在呢 8月的时候 才刚刚获得赖政府续任 大家就想问 你放在这边 会不会很容易被人家发现 毕竟这个政府问得到资料嘛 而且呢进一步也在讲 钱里面放在保险箱 刚开播前亮哥还说 那有人钱放保险箱 有啊 进井进井 有那种类似的这种例子嘛 对不对 扁岸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就发现了 去租用保险室 保险室 而且里面的金额不是100万 里面金额最多的时候说有13亿 甚至呢还曾经传出什么 传出说那个时候 刚开始这个陈志忠呢 还曾经要跟太太炫耀家里很有钱 这是当时的报道 说带着黄瑞靖去看管事里面 被聚在门外 还去看一次不够还二度光明 这一些都是当时扁岸所传出来的一些内容跟细节 甚至后来也发现 他钱不是只放在保险室里面 也有曾经呢 放在这个 马家元大花园广场的神秘金库里面 说也在帮忙藏钱 那个金库里面说 还正在可以躲战争 可以藏凉藏卫生纸这样子 过去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现在这一些的内幕报道 让大家想到了过去扁岸的一些细节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 要找就是金流 那金流到底你能不能够说得清楚 好 据了解 今天陈佩琪应该是会对外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要交代的包括什么 包括你为什么用ATM存了超过60次 现在媒体报道说 是达到619万元 时间点的部分 到底跟金华城这一些的容积率变更 有没有能够对得上的关系 到现在民众党这一边的回应 陈志涵这里的讲法是说 他想知道到底用ATM存619万 跟布法是有直接相关吗 而另一个部分则是 大家想问 大家想知道的 其实就是不是ATM存了几次 或者是怎么样 是你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那你这样子的讲法是表示 真的有这一笔钱吗 而且现在的这些说法会让大家觉得 柯文哲现在确实他还没有正式的被起诉 但是有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金流 就是好像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最新是他的众望基金会 他众望基金会现在被发现说 除了跟他柯文哲办公室地址相同之外 怎么好像总是里面的人 甚至被名嘴踢爆 说领的既然是党部这边的钱 所以就要问 你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交相交叉 你的金流到底 有没有完全的都合法合规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会在意 而且也必须要讲 你的董事长 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是李文忠 李文忠不是也是 竞选总部的财务长 不是也是木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那这几个东西都跟他有关系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一些的 细流明目讲得清楚 好 即便你的员工真的是 在众望基金会里面任职 也许与法无据 但是也许与法无误 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钱的来往还有钱的去处 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讲不清楚 众望基金会说他们近期会公布他们的财报 可是有人就说了 四叉猫讲的 说许府为什么会有众望基金会的大门密码 那你要怎么跟人家讲说这个基金会 跟你们民众党是没有关系的 许府的讲法是说 因为那天检方要求到现场协助开门 他说你们媒体都有拍到啊 我是看着手机去按那个密码的 是当下同人告诉我的 但也有人在问啊 如果是真的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的话 一般大门密码不会给其他人吧 那这一些要怎么样来说明呢 现在呢人事费用到底有没有留下民众党 必须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清楚 到底有几个人是领禁总的钱 又或者呢是领党部的钱 那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这一些其实都牵扯到一个字 两个那个字就叫做钱 钱这件事情呢 是他现在必须要好好告诉大家 到底金流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所谓的不法所得 特别是现在又被爆料说 神秘保险商里面藏了100万 我跟妳讲 因为现在是检方在查柯P有没有犯罪 这个违背职务收贿 所以举证责任是在北检 至于柯文哲跟陈沛琪钱很乱 这个不是犯罪 因为你从他的政治现金 你就知道他很乱 重点是北检要证明这个钱 跟威京有关 重点在这里 那这个金钱也不是很大额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你是保险箱 人家是保险市 对不对 你就知道这个巨大差异了吧 那事上北检 我们看到他陆续的查法 包括就是听说他对他的 那个直系亲属相关的亲友 都在查银行的存款 那也包括保险箱 然后也调了虚拟货币的专家进来查 是不是有非现金的金流 我觉得这个种种就意味着 北检到目前金流对价还是没有证据 没有确欠那么明显的 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才给人家感觉一种翻箱倒柜的感觉 而且这个金额相对于你说金华城获利100亿以上 这个而且英尼小灰的账户就有4700万 那跟这个要来类比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 在逻辑上也说不通 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到北检 就北检要去证明这个钱是 从威京小省的相关账户流过来的 就是这样 那至于每一笔 柯文哲 陈佩奇 知道每一笔钱的来路 我看以他们的糊涂程度 我看是说不出来 可是说不出来不代表有罪 因为你要证明 就是这堆钱里面有省庆金的钱 是检方这边要提出明确的这些市政 让他能够知道就是这样 因为后来阿扁你知道吗 他从国泰金库就那个保险室 把钱搬回元大 花园那个马家的地下库 那个马家就是跟他有金钱往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说 你的证据的那个临近程度 必须要接近这个 不然你 坦白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 说检方这些查案的线索 都是从陈佩奇那个糊涂大嘴巴 那边破口一路追过来的 因为人家在注意你在存款 你就是会去存款60次我老得懂 你就是真的是存 存60次600多万 一次十几万吧 这个刑机是看起来非常诡异 可是你也要证明他那个钱是 从那个危机那边来的 因为这个是本案 至于他的财产来源不明 就这样的钱你要去查他的财产来源不明 我觉得就是要找人家麻烦 因为他是市长 这个就好比那个 你去查杨文科他家 结果瘦到57万这样 现涨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应该要有一个显不成比例的金额 比如说这个保险箱 你如果找到一盒钻石 那你就中了 对不对 或者是找到一盒珠宝 因为保险箱在放新台币现金 而且价值只有100万左右 这也是难以想象 我说实在 这难以想象 我所了解的保险箱大概都是放手势 放明表 放明笔 都是这一类的 不然你去租保险箱干嘛 保险箱还有月费 结果你只放差不多100万在那边 不知道你要干嘛 现金台湾又不是到处领不到 所以我是觉得 没有错 你现在讲这个故事听起来都觉得 想笑这样 可是这样不等于有罪 问题在这里 所以检调 应该说北箱 北箱还是要 北箱很努力看得出来 他已经各种门路都在找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 这个金流的对价还是不明确 好 今天陈北琪这边 他们应该会对外 对于金流这件事情 会有进一步的说法 但是就想要请教兵哥了 原因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他们有的时候 他们很想要说 但说完之后会让大家听完之后 又捂傻傻 比如说 重望这件事情 就让大家觉得说 不是 你原本要讲 你就应该要一次把事情 全部讲清楚 把那个脉络说清楚 但说完之后 大家觉得越听越糊涂 其实老实讲 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跟重望切割 因为不能不切割 他们连李文中都告进去了 请问一下 他怎么不能 他不切割也不行 但是问题是切割没有用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重望就是为了柯文哲成立 这个明摆着的事情 所以你说重望跟柯文哲 完全没任何关系 他财务单独自理 我想没有人会相信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民众长 自己先把自己搞到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把柯文哲的老同学 财务务长 重望就因为董事长居然告了他 那你不是自己把自己 现在一个很麻烦的一个状况吗 现在李文中不跟你们配合 请问一下你那个账要怎么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晓得 所以民众长自己 让自己陷入尴尬的状况 就只好自己去承受 但是我认为 陈佩琪现在这个阶段 不出来解释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也都看到 陈佩琪过去解释过很多东西 包括为什么不开门 包括什么他之前的金流 什么状况 你会发觉一件事 陈佩琪每次出来解释 就是给人家更多问号 让人家更多见风插针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与其你 根本解释不清楚 就干脆不要解释 大家今天应该是有接受 媒体的访问 我们等一下一口会有最新的消息 如果你再继续讲 那就是更糟 我跟你保证 他讲完之后又一大堆问号出来 你对他今天的表现 你这么没有信心 我完全 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心 我对这个人早就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这个人根本不知道 什么东西该讲 什么东西不该讲 而且很多事情 他并没有记得很清楚 或是他根本没搞清楚 他就开始乱讲 陈佩琪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自己 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很明显就是这样 而且不只是他 徐甫也是一样 人家四叉帽用个钥匙 就把你调出来 你自己在那边解释了一大堆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对 你现在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办会 对这些网红 对这些媒体的质疑 你根本回答都不要回答 没什么好回答的 因为你讲越多越错 这些东西基本上 你现在只是提供一些 让人家见缝插针的材料 提供绿营的争论节目 晚上嘲笑你的材料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何必去讲这些东西 根本不要理了 拜托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懂吗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北检为什么现在每天 今天去查ATM 明天去查保险箱 这很明确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金流到底是不是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没注意到 我们待会下一节会谈到 他为什么最近频繁的密集的 在约林州明 许荣卿这些人 李德权 他彭真生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 他们现在没办法了 只好看先能不能用徒利罪去办 因为金流他恐怕真的查不出来 所以这对北检来讲 是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所以拜托北检加点油 赶快把金流找出来吧 这样子大家都比较安心 是 请教武翔哥 因为今天变成是保险箱 这件事情大家在讨论 但原则很简单 检方没有证实 其实基本上我就不声谈 因为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的话 像我这种年纪的观众朋友 就会马上投射到 扁案就是 没有破口到出现保险箱 就开始有破口 人生总要买保险 买了保险才保险 为什么 因为保险箱第一个你看不到 你在家里面找不到现金 你找不到任何的东西 结果它放在保险箱 所以如果你跑去保险箱 把东西放在外边的时候 看来就有一些 你不想被发现的钱 如果今天报道的内容 比如说有100万现金 大家就会去对说 那为什么有的钱 你会到小孩用ATM去存 有的去 好 那个是检方的事情 但是当年的保险箱 事件是这样 第一个叫做看不到 放在保险箱 家里就不会被看到 第二个叫做找不到 因为保险箱 不一定是用自己的名字 当时吴淑貞的哥哥 吴锦茂就帮他做了保险箱 后来国蔡世华 刚亮哥讲 那个很大的 4.5平的保险箱 那个最多放到13亿 他说陈正辉在讲说 好像有到十几亿 那个保险箱 也不是吴淑貞的名字 一开始根本也没有人有名字 因为他去看了以后 那银行的副董想说 总统服务人来看以后 他说要租 也没有完成程序了怎么办 难道不理他吗 帮他租 所以你就找不到 看不到钱 找不到保险箱是谁的 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甚至连他的亲友都不是 嫂嫂的名字也不是 哥哥的名字也不是 最后一个是什么 想都想不到 居然还有人可以帮 连银行的租管都帮他租了 后来被爆料 应该记得好像是邱易讲 说他在那边有钱 然后就赶快把他搬 就搬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搬动所以才露线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这状况看起来 好 就是刚刚兵哥讲 我觉得没有错 你看他这两天办的方向就是 徒利不能 连徒利都没有的话就拔铺了 所以他要赶快找 你看林青蓉从高雄请来 一下就请回 我觉得很简单 我的看法 这是主观的看法 他就是要去强化 明知违背法律 这六个字的徒利罪第六条 他要找很多的 相关的这些部署说 有告诉他不行 对不对 有跟他说可能违法 对不对 好 那他还是硬做 所以第六条就坐实了 可是继续找金流 不只说现在在讲这个 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你看他那个检察官补强两位 一个是以前查现金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虚拟货币的 虚拟货币代表什么 代表你找不到钱 你怀疑他把它变成虚拟货币了 虚拟货币我是完全不懂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跟大家报告 但是他既然找了 半虚拟货币的检察官来 就表示说他可能怀疑 现在目前找不到金流 是不是转成你看不到的金流 所以到最后起立书一出来的时候 或许完全没有第四条的部分 只有第六条的图例 所以第六条图例 不能连图例都没有 把链板家压下来 所以就要去找之前的 林庆永以昨天这个状况来看 因为媒体也报道了 就说他是2018年12月25 他卸任 第二任他就完全没做了 后来不是从5006往上走吗 他就说这个我就不跟你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可是先前从392变560 到了560以后 他还要要求楼地板面积 他就有跟靖花城那边讲说 绝不可能 所以他现在要找到就是 有没有公务员告诉柯文哲市长 不可以再往上加了 现在看起来是有 但是这个只是检方起诉的基础而已 你真的起诉他 到时候一省他看法官判不判 所以很清楚的 就是以图例为基底 然后努力找金流 找到金流才会变成是有收贵 否则连收贵的部分 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非常确定 所以我们是看着这个检方这几天是真的大动作 找了很多人 甚至还传出已经开始策反 谁谁谁有机会成为污点证人等等 到底这些动作代表着什么 我们等等回来继续讨论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